新北市五谷巴黎林口市新北宜居新兴区 近年市府加速三个区域市政建设推动 五谷巴黎与林口区公所在林口三井奥利park二楼 共同策划580市政建设特展已于24日结束 累计有近5000名民众观看 当天命政局长柯慶忠特别到现场 与民众共同见证建设成果 并抽出iPhone 13手机幸运得主奖 今天来这边参加这一个展览 在林口这边让市民更了解我们市政的建设成果 同时我今天很高兴来这边做一个抽奖 也恭喜我们今天得奖的一个市民朋友 很感谢我们林口三井奥利 提供一个二楼这么好的场地 做一个围棋七天的一个展览 目前据五谷区长的统计 大概有5000人以上来看过了 那等一下我们的这个民政局柯慶忠科局长 也会到现场来为我们主持抽奖 那这次最大奖是我们iPhone 13 柯慶忠局长表示 五谷八里及林口三区景林 近年因市府推动新北市2030远景工程 积极投入各项建设 让新北城市风华再现 引进民间投资生活机能区域完善 急剧发展远近 吸引更多人选择在这里居住生活 林口五谷跟八里的市政建设非常的多 那例如说我们在林口非常重视的这个交通建设 在交流道的部分 还有一些公共托老 公共托幼 还有我们的市场的改建 都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市政建设 市长也非常重视 这么多年轻家庭为什么会移居到580 我想很多的市政建设 把这边打造一个很好的环境 是一个最大的诱因 所以我们这一次来呈现580的很多的市政建设 希望让大家也都很 都清楚这些市政建设 更多人移居到我们580 一起来当我们的好邻居 市府持续以安居乐业为目标 为五谷八里林口各区打造有温度的建设 也持续推动各项在地观光成为一乐一游的幸福城市 欢迎各位一起到五谷八里林口来趟一日游 实地见证580建设成果 记者虎轩林口采访报道